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我們來到老爺高爾夫球場 現在呢這是老爺這個第三棟 我現在測一下從這邊到騎著距離是多少 是188 扣掉下坡是175 這邊有一隻手錶 它這邊可以設定前中後的距離 距離是這邊顯示前段的話是187 那我現在用的桿子的話 從天上往下打的話 基本上距離都會變比較大 我用四號鐵好了 我都比較保守 Hi 大家好我是傑克 那我選擇拿六號鐵然後進攻國令 這棟是大概188左右的距離 從天而降 那我用的是四號鐵 傑克教練呢你看他用六號鐵已經打到Edge 他剛剛真是沒有很扎實 所以這告訴各位什麼 哎呦水喔不要強求說 一定用什麼桿子要到什麼 所以你要去了解你自己的距離 球友呢都非常想要知道自己到底開球多遠 所以他這邊有一個非常貼心的設計啊 就是呢待會從我們自己這個發球台這個位置 在開球之前呢你就是右上角這個鍵長按下去 OK所以他就會出現這個畫面 然後當我們打出去之後 我們只需要就是正常就是做球車到我們的球位 他是非常精準的 因為他是從你開球的位置 GPS直接定位 到你開球弱點的位置去連成一條線 所以這一棟呢我就要跟傑克教練啊 來去對決一下到底誰開的比較遠 傑克教練有沒有很像那個誰 你有沒有吹啊你要讓我是不是 好現在換我囉 這是一個四竿洞啊 總長是差不多快我們在藍梯的位置 差不多接近三百八左右 OK好所以我現在一樣是從這個位置 然後呢一樣先長按 因為待會我會從這個位置開始計算 好這一球你看起來好像沒有吹 很輕鬆耶 好那當然我要吹啊 我怎麼可以輸你了對不對 來囉 我直接對國嶺的方向好了 靠近一點國嶺 三百六打三百 剩六十碼 看有沒有辦法 直接瞄了國嶺進進攻去了 欸埋下去了沒有跳耶 去看看吧 好現在到這個位置 這一顆球啊是傑克教練的 那我剛剛carry就已經超過他了 但是我的好像埋進去了 所以我們看傑克教練這個位置的話 他會是多遠 來 這是傑克教練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的表 他顯示多少 兩百四十七 但是走到那邊大概差不多是兩百五 因為剛剛傑克教練開了一個 這個cut的一個球路 他肯定沒吹 來看看我的 我待會兒埋到哪裡去了 我剛一下去好像就已經插進去了吧 啊在這在這在這 插到這個土裡面去了 OK所以我載的這個位置會是多少呢 沒有加滾動啊 來這球我才開兩百六耶 還真短耶 兩百六十二啊差不多 但因為問題點就是在於說 這一棟是個上坡球位 就是沿路上坡 然後加上我掉下去沒滾動 我自己很了解 我自己平均開球 大約差不多兩百八兩百九左右 這是我們傑克教練的第二桿 你說我開的遠重不重要 也不見得啦 最終還是最後一瞬間的國靈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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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推怕了 好 我來看看我這個小鳥會不會進 訓 訓閉了 現在呢我們來到老爺第八棟 五肝洞 總長五百五左右 那麼這一棟呢 一樣我要再跟傑克教練 對決一下到底誰的Driver 打得比較遠 喔超直的 這我用眼睛 我就眼就光用眼睛看就知道 沒辦法比你遠了這一球 用眼睛看就知道了 我要使出吃奶的力量 好我一樣先設定 OK好 來囉 看來這樣 就只能使勁 吃奶的力氣了 然後再一個勾佐 我打得很深 這一棟呢完全被我們的這個傑克教練超越啊 他這一棟就光弱點 就兩百六十九 今天就非常的濕啊 球都幾乎不會滾啊 我的球你們知道在哪嗎 我剛剛直接打到地板 我球大概在後面這個位置啊 各教練第二竿 你看看看看 他很強壯 想把我打包 唉唷 會不會摁啊 你用小雞腿 喔你用小雞腿 放到前面就對了 剛剛直接打到一個 爛掉 K到地板 好 這是一個五肝洞 沒有所謂的 我的第二竿 OK 這是我的第三竿 棋子在 後段 中段的位置 這邊顯示還有七十 喔 我們傑克教練已經打到Edge去了 OK 重點 還是要看結果 來了 我的第三竿 好 傑克教練的 第二竿 直接打到這 他現在要打第三竿 傑克的第三竿 大約差不多 看起來應該是 我剛剛沒辦法算吧 大約差不多二十五左右 但這個很考驗 技術啊 因為後面其實這個整個坡 是溜到後面 我們看他切得怎麼樣 他抓得太少 你看看看 溜掉溜掉溜掉 老爺其實他整個球場的難度 完全是在他的國領啊 所以你知道對國領不熟啊 整個你看落錯位置 整個是完蛋的 OK 明顯看到這個幅度 真的是很大的 很斜的 上坡 右邊 送出去 然後下來 你看 還是不夠 踏而已 現在呢 我們已經來到後九了 後九這個是一個山竿洞 我們在第十二棟 那你看 有沒有看到那個傑克教練 還在那邊用那個測碼器 我現在離他的距離 大概差不多是 後退個他 大概五碼距離 可以看到現在 我這邊上面寫是191 對不對 他我們中段距離是191 欸 傑克教練你測那邊多少 187 你測是187 183 183 所以你看 他187 如果我們加個大概五碼 差不多是192 左右 你看我這一看就知道 他在那邊測個老半天 等一下我對焦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我們就算185到棋子 傑克教練使用他的六號鐵 這棟鍋鏈也是很麻煩的 就是 左邊很高 然後是一個大斜坡 他往左邊攻 他想要留下來 好換我 我用的是 五號鐵 那我的打法的想法是 180我想要五號鐵 打一個就是 從前面跳進去的 我寧願打短 然後滾進去 打一個比較偏低 有點punch 滾進去的方式 所以你看 我這一棟打短 反而比傑克教練還要好 他在左邊他掉下去了 所以 這棟你寧願打短的話 會比較好 你這樣切跟推的話 都會比較好 當然我希望上過一點那種短 不是這種短在外面的短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傑克教練 你看他掉到那個後面去 超難的要打一個高拋 唉唷 唉唷 換我 就怕 所以你看在推這種上坡的話 就會比下坡 來的好推 OK OK